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12月24號 這個中午了11點30分 那這個元宇宙的活動呢 官方做了一個很大的補償 首先是這個補償30抽 然後這個 元宇宙的這個活動呢 最後你達到 最高的條件呢 他會送你一隻角色 所以呢我覺得官方算是有 即時止血啦 但是我會把那個 巴哈的那個文章貼在那個地方 我大概 大概看的感覺是說 之前一直說要推這個限定召喚 所以大家都以為說是這個 一般的那個限定召喚抽 那可是呢這一次 這一次的這個是不一樣的這個限定召喚 他是萬象之間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跟西燕之庭一樣 只是說你沒有把西服擺進去 所以大家就覺得是說 這個就是 就跟之前預期的不一樣 那詳細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不大清楚 因為我是劍遠征的玩家 所以說呢 我的認知齁 我用劍遠征的這個 這個概念 我是劍遠征那個什麼 老伺服器啊 就是一般的聖殿 深淵角色 也就是神魔角色 一隻的角色價值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當時出的時候呢 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不會覺得說很訝異說 為什麼他不是限定召喚 那當然說到底這個 大家不爽的點是不是這個 我不是很確定啊 我只是用劍遠征的這個思維去想 所以我當時看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還蠻正常的 畢竟他是聖殿的神魔角色 聖殿跟這個深淵 比較高級的角色 那至於說出了一隻新角色 然後這個角色啊 聖殿跟深淵的角色出了之後呢 你沒有練到高階也不能用 這個官方出爽的 這一點的話我覺得倒還好 因為其實劍遠征的話 你一般角色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 像最近出了一隻惡魔角色 好像要出一隻神級的角色 不管怎麼樣啦 那但是呢對於劍遠征來說呢 不論是新玩家老玩家 都不會因為說出了這個新的角色 就沒有辦法練 然後就會玩不下去 因為其實啊 這個大家都知道說其實聖殿跟深淵的角色 這個基本上就是克勞的玩具 那在競技場上有差 但是如果說推圖的話呢 其實在這個基本的四個種族 騎士聯盟部落 騎士聯盟 然後聯合部落 這個自治隆領 邊緣議會 唉唷不錯我都太記得 所以就是說基本上這些角色其實都夠用 然後其實現在 現在玩到這個25張我也還是安娜轉 沒有安娜轉我也不知道 到底要用什麼陣型 所以說其實啊 你沒有什麼很強的這個聖殿身邊角色啊 不大會影響你推圖的這個進度喔 那其實四個種族的角色 評價角色也就夠用了 那以劍遠人來說呢 其實大家推圖用的角色呢 你要一直到很後面三十幾張 唉說著說著又過關喔 這可能放置的大概快一天吧 那個就是你要到大概三十四三十五張齁 一次要推一個四五張的時候 要那麼多大量的角色的時候 才有可能會用到這個神魔 也就是聖殿身邊的角色 不過在前期的話 其實一般種族的角色就還蠻強悍的 以劍遠真來說 我們有很多評價的神角齁 那個是連神魔的角色都比不上 在這個什麼 在烈火戰記來說 安娜的強度就可以媲美這個 聖殿跟身邊的角色嗎 像那個我上彩色的這個密斯特 我就覺得他跟那個什麼 劍遠真的這個妹妹完全不能比 純粹就是另一個情懷這樣子 所以好啦那不管怎麼樣呢 我也沒有特別要幫官方說話 我只是說當時我沒有看到就是說 這個活動出來有讓我覺得不爽 因為我覺得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不過看到說官方有做這樣子的補償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補償還算是有誠意啦 那當然一定會有的不滿意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還算是有誠意 然後我現在已經算是無課的玩家了 不是算是啦 是已經是無課的玩家 我也沒有買月卡 也沒有買任何東西 但是我的鑽石 在遊戲中就是一直累積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累積到四五萬鑽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不要亂抽的話 其實每個禮拜的80抽的任務 像這個空華煙火計 冰果輪迴這個80抽 其實都輕輕鬆鬆喔 然後想抽的角色 雖然說沒有辦法一口氣就給他上彩色 但是想要偶爾來一個這個爆抽都還是蠻簡單的 好那這個既然送了30抽我們就抽吧 這個 但是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可以存著啦 那但是這隻角色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值得抽齁 我們就再抽再抽一個吧 不過30抽要抽到可能沒那麼容易 我可能還要再補一些鑽石喔 哇沒有中齁 拜託 官方的力讓我中一個西服 哎呀沒有中 這個是不是我看一下 看一下活動會不會送啊 這樣我就不用花鑽石了 活動會送抽抽嗎 好像 好像沒有耶 活動好像沒有換這個抽的耶 那活動商店咧 活動商店我看一下 這一個是 喔這個要25000喔 25000的話價值5000賺 那 這個10000的話 那我還是想換限定招 我還是想要換這個限定招募耶 因為這個10抽的話價值是2700賺啊 我不知道有沒有算錯 那這個2700賺的話 20000的話你換20張的話就價值5000賺了 那這樣250抽的話 我覺得還是換限定招募抽比較划算喔 那其他角色的話就不需要換了齁 不然的話換換頭像框這些也是不錯齁 那 那但是我覺得 你聊天有一個兌換框就可以了齁 像我現在聊天 我們來選一個玩家的聊天 然後這個地方齁 我覺得我有一個兌換框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就用鑽石直接給他抽下去吧齁 29是必中 拜託拜託拜託 省一點省一點省一點 中了 哎呀又沒有啊 哇這個送我30張反而會讓我多花幾萬鑽 真的要真的要抽到保底耶 好啦好啦保底就保底了 OK 好這真的是到保底了 OK那我們就把剛剛抽到的券給用一用 好繼續存鑽石吧 自製龍靈 哇天哪這怎麼都是一些老角色 這都已經不知道上五星多久了 我的千顏啊 千顏真的是一開始的時候覺得是說 好吧好吧這是新手儲值角色練一練 後面覺得他真的是皮薄 然後邊緣議會拜託來一個新的角色 怎麼都是奧羅拉 好合一合喔 千顏是我的這個自製龍靈的肥料 肥料角色好吧 奧羅拉奧羅拉也沒有 這個也是欠這個金家的材料 我的這個 有點想要讓他上彩色耶 德拉庫爾 德拉庫爾 不對他已經可以上了 還是欠肥料 肥料有點欠 好沒關係這個慢慢來 OK那目前來說 元宇宙降臨 然後空華煙火祭 對啊 這個活動的話 我覺得就是 你把你的這個三個角色 看你是要太蕾莎還是要西普諾斯練高一點 練高一點之後呢 你掛網獲得這個次數 就一口氣這樣 一直點一直點一直點 然後你有一個比較高薪的這個西普諾斯太蕾莎 西服應該是比較困難了 那這個是大佬才玩得起 然後就一口氣上點 其實這樣子還蠻快速的 這樣子 可惜他這個獲得的只有 也有金幣啦 還好還好 那還好獲得一些金幣 金幣比較實用 基本上經驗值都是爆表 這個劍遠真的也是一樣 因為你升級你需要卡那個星塵 那所以說呢 基本上經驗值都是會爆到一個爆炸 然後只有這個星塵跟金幣是永遠欠 因為畢竟金幣在這個商店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用 然後現在還有買這個東西 這個是圓金石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